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Felix 今天呢 我想要谈一谈就是关于 既然现在是疫情嘛 大家都出不了门 所以呢 我就想要做一个 一点点不一样的主题 那就是我之前的出差分享 我之前呢 出差呢 其实去了 我可以说是好几个国家吧 我可以吃一些一个一个慢慢的分享 可是今天呢 我们就先谈一谈 我第一个出发到的国家 那就是 菲律宾 菲律宾呢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国家 啊 我在那里其实断断续续也住了大概有三个月 在那里呢 我其实主要去了好几个城市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其中一个城市 我觉得最有意思 最特别 最美丽的菲律宾 我去过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那就是 Legaspi 中文是叫做 黎牙什比 说到Legaspi呢 可能各位有听过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 Legaspi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火山 而且是火火山 它的名字就是Mayon Volcano 这个Mayon Volcano 这个Mayon Volcano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是号称世界上最完美的圆锥体的一个火火山 在还没进去说Mayon Volcano之前呢 我想要提一提在菲律宾呢 其实有好几种交通工具 就是当地的交通工具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它其实相比你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去到菲律宾 你会觉得它们用的交通工具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首先 我会提到的就是它们的 Tricycle 就是它们的三轮车 三轮车就是 简直就是它们的代步工具 它们从哪里去到哪里 都是骑它们的三轮车 它们三轮车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 叮叮 对 三轮车 我没记错的话三轮车的价格在当地来说是最实惠的其中一个交通工具之一 它们从点到点需要 因为菲律宾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经济能力去拥有一台车子 所以这个Tricycle呢 三轮车是它们最经济实惠的交通工具其中之一啦 第二个我要说的也是很特别 就是很有菲律宾特色的一个交通工具呢 那就是 Jipney Jipney 我在菲律宾其实乘坐的次数并不多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在当地 对菲律宾语言就是不通嘛 虽然菲律宾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会说英语 可是就是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就是会遇到一些不怎么会说英语的居民 所以交通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你遇到不会说菲律宾语 就是你不会说菲律宾语的话 刚才我提到说有三个景点你是可以拍到美美的 Mayon Volcano 第一个呢就是接下来我会说的就是 Kaksawa Room Kaksawa Room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遗址 它是一个16世纪的一个法式教堂 可是在1814年就是Mayon Volcano就是 经历了一次非常霸的火山爆发 导致呢这个这个教堂被龙岩淹没 他们其实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就是感人的小故事就是说 在那个1814年的火山爆发当中 附近的居民呢就是因为要逃离那个龙岩淹 可是就是就是每一地方好逃 所以都逃到这里 可是最后还是不幸的在这里洗衣身 所以我我听到这个小故事过后 我来到这里我其实隐隐约约 就是感觉到这里曾经是一个是一个教堂 然后无数的生命可能因为天灾而失去 所以这里除了你可以在这里拍到美美的照片之外呢 你还可以感受一下历史的痕迹生命的痕迹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推荐 Kaksawa Runes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说完Kaksawa Runes呢 我就要讲到第二个景点 第二个景点呢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么压抑 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Legaspi Boulevard Legaspi Boulevard呢其实就是一条 我会说是一个小车道吧 小车道在海边的一个小车道 通常我上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我选了两个时间点去 一个是日出的时间 一个是日落的时间 如果起的不是很早的朋友们 我觉得日落的时间其实相当不错的 就是日落的时候它就是靠近海边 然后又有许许的海风吹过来 然后你就慢慢的在那里散步 然后看一下日落 然后偶尔你会看到那里呢 有些人会在那里跑步啊或者是钓鱼啊之类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里静静的观察 日落同时 日落的旁边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Maiun volcano 你就可以享受一个安安静静的一个黄昏 当你享受完这些美景过后呢 拍完美美的照片过后 Boulevard那里还有就是它旁边就是还有一些restaur bar 就是有一些唱歌的餐厅 你可以在那里享用菲律宾的 菲律宾寺的晚餐 然后再回去结束一天 最后一个我要推荐可以去看到非常漂亮的Maiun volcano 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地方叫做 Sumlang Lake Sumlang Lake 可能是离Legaspi的市区有一点稍稍远 我能去到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我的同事 他就是有车子 然后他就是带我出去玩 然后就带我到那里去拍照 Sumlang Lake 就是一个湖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是湖边的一个Vione volcano 所以也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去的当时其实是一个中午日 就是烈日当下我就整个人要拍照 然后又要顶着太阳 可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它那里有一个木阀 就是那个叫做 Raft 所以你可以坐在上面有人帮你划那个木阀 然后你就在那边享受 也是享受的是湖风 然后你可以拍每每每的Maiun volcano的照片 好介绍完三个Maiun volcano的景点过后呢 我们就差不多到这个Legaspi的视频的尾声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出差系列的话呢 请点赞留言告诉我你喜欢这个系列 然后其实我会接下来会介绍更多 我出差的地点和不同的国家的一些有趣的事物 看完这部影片记得点赞订阅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分享哦 好在影片结束之前我有一个短短的短片 请享受 战刘高лом 请关心